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晚上我们的网友发出了一段视频 就是热吃斯维利亚的热身在 孙星明在一次反击中发生一些肢体接触 那么这个视频发过来 后来德国克罗子 就孙星明和蒙特的对抗 就是来说明的英超的那种对抗的激烈程度 那么在这些视频当中呢 它有一些技术的解析 也就是说有一个过程 有一些细节 咱们不妨来讨论一下 我这个视频也转发给一些朋友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明媒体呢 对它有一些解析 特别是在解析什么呢 就是说认为这个对抗呢 就是说是足球的 就是要学习的 或者是值得就是重视的 这些理论上面是都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说 西甲和英超的对抗 强度啊 它说的就是在 说明是一个缩影 或者是一种就是说 值得我们重视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来看看 讨论一些细节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呢 有自己的解读 但是不一定正确 我们就讨论一些 什么是更合理 因为如果讨论一些技术细节 大家争执对于错黑一白 那就容易发生 发生比较 就是说语言比较冲突了 就是冲突以后 如果带有一点私人情怀的话 可能会有走向比较争执啊 或者是谩骂 那就没必要了 那首先看呢 就是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整个电视录像 视频啊 放得很清晰的 那么孙兴明这个球员呢 我们知道 他在日词踢球 跟那个凯恩啊 就是配合的也是不错的 几次他表现就 他的身价可能是 亚洲球员里面 最高的一位了 对吧 那么现在就看一个过程 那孙兴明的7号 这个防守他呢 是两号球员 这些过程的话 很奇怪 这些就是说 我们对这些技术解析 还是对自体冲撞的解析 这个是存在一个 不同的一种观点 或者对技术的研判 或者是对自体的要求 不能混合在一起 我们会 所以呢 你看 他这个球啊 他拿球带的时候 这个孙兴明带球的时候 他左边已经有一个视野 看到了 这个球员上来了 这个两号 两号球员上来 我们看到很明显 他的过程是什么呢 他对球的判断 他是拦截不到球的 拦截不到球以后呢 他就是用身体 肢体去冲撞 在这个上面呢 我就谈一点我的看法 一般来说判断 这种情况是出现在中尾 或者是他是四和后尾 就左中尾或者右中尾身上 因为我们看到 在那个中长附近 好像是 是那个 也有可能是前尾 那么是不是圆湖附近 或者是近区前面 我们不能判断 因为视频 它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在这 我看到现在是中场 那这种中场球员呢 现在我就看到 好像是一个 开球湖的圆湖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有解析过程了 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是前尾球员 中场球员比较多 从这个过程来看 这个两号球员呢 他判断 和他的那个出角 都是有些偏差 有些不够的 你为什么就这样看呢 他的身体能 跟那个孙兴明接触了 身体是人的重心的 最大 最主要的部分 你为什么不用脚去伸呢 也就是可以解析 孙兴明这个带球的时候 他脚在空球 你伸脚的时候 他球往前一停躺 你重心也没了 所以只能用身体去冲撞 那么孙兴明这一次呢 冲撞的时候 我们先解析后卫 他这个冲撞以后 他并不是有力球 就是说从重心来说 力量来说 两号球 后卫球员 或者是中场球员 这个拦截的球员 他不是在有力为止 所以最后看到一个镜头 他倒在地上 孙兴明没有倒在地上 从这个判断来说 这个球员 一 没有碰到球 二 自己重心没有了 然后被孙兴明摆脱 我们就基本上 从那个画面上来说 就是解析到这里 那么然后再看看孙兴明 因为英超的对抗也好 西甲的对抗也好 孙兴明有一个动作 他是很聪明的 这可能就是在英超 或者西甲这种对抗 高强度对抗比赛当中 他学会了保护自己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细节了 看看这种东西 你说这种东西 这个冬天 是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陆景象